- 自然的自然 歡迎收看自然很簡單,我是寡舅老師 那今天晚上我們要上的是青年級國一的自然 就生物啊,目前的進度呢 講的就是那個動物體內物質的循環 主要講的就是心臟跟血液的一些循環的系統 來我們看一下那個人體內的循環系統 主要分為這兩種,第一種是所謂的血液循環系統 它是由從血液心臟血管所組成的叫血液循環系統 那關於這個淋巴循環系統,我們是擺在下一個單元 所以淋巴循環系統的話,像淋巴結淋巴管 淋巴在下一個單元才會上到 那我先講這個 人體的血液循環系統,第一個一定會有心臟 心臟是器官 再來會有血管,血管也是器官 再來就是血液,血液是組織 所以再複習一下 好,我們的血液它是由血漿跟血球所組成 血漿佔了55% 血球佔了45% 那血漿會有什麼成分呢? 它是淡黃色的液體,大多都是水 可以運送養分,代謝後的廢物跟激素等等 這都是血漿裡面所含的東西 反正血漿裡面就沒有血球了 好,那課外補充啊,我們的血液的量大約是人體的8% 假設你是100公斤重的話 100乘以8% 那也就有8000cc 或是8000毫升啊,都是血液啦 這個上次有說過,我不講了,跳過 好,再來紅血球 紅血球它是一個雙凹圓盤狀 那成熟的紅血球是沒有細胞核 然後血液中裡面呢,樹木最多的就是紅血球 它內含血紅素,可以跟氧氣做結合 所以它可以把氧氣輸送到細胞所需要的地方 然後跟它做個氣體的交換 這是紅血球的功能 然後換這個白血球 白血球呢,它是樹木最少,體積最大 兩個最喔,樹木最少,體積最大 它有細胞核 然後呢,可以藉由變形蟲運動 而穿出微血管去吞噬病原體 那有些可以分泌抗體跟對抗病毒 那這是那個紅血球跟白血球的一個示意圖 當然都是電腦動畫啦,這個沒有實際的 好,再來 血小板的話呢,它體積最小 體積最小,不規則,沒有細胞核 可以幫助血液中凝結,防止失血過多 像我們有傷口的時候呢 血小板它就會呈現一個纖維化的部分 把傷口修補起來 讓血液不要再流出來 那這個是紅血球喔 這是白血球喔 這是血小板 那血小板的形狀是不規則啦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這個真實的照片喔 你會發現它的形狀長這樣子喔 好,再來我們比較一下三種血球的狀況喔 我們說有分為 紅血球、白血球跟血小板 第一個看外觀,叫形狀 紅血球是雙凹圓盤狀 白血球大部分都是圓形的喔 那血小板的話是不規則狀 好,再來體積大小呢 最大的就是白血球 最小的是血小板喔 那細胞核裡面呢 只有白血球會有細胞核 紅血球的小時候有細胞核 長大就沒有了 所以長大之後 成熟紅血球是沒有細胞核 那血小板也沒有細胞核 那再來它的功能呢 紅血球它主要功能是攜帶氧氣 白血球的話就是吞噬病原體 就是跟我們的病毒做對抗 跟那個病菌做對抗的喔 血小板呢它就是幫助擰血 因為還有擰血因子可以幫助血液做凝結喔 好,那再來 數量最多的就是紅血球 數量最少的是白血球 血小板的話呢就是中等 就是四中 所以看一下再整理一下 數目從多到少 最多的就是紅血球 最少的就是白血球 細胞大小最大的是白血球 最小的是血小板 那這三種血球呢 如果你紅血球是缺乏的話 會容易造成貧血 當然貧血也有很多啦 其中之一是說 紅血球缺乏就一定會貧血的喔 那白血球不正常會引發白血病 那白血病是所謂的血癌 這要長期的去輸血做一個治療 或者是要去換骨髓喔 這講這個白血病血癌的部分 那血小板的功能如果不正常的話 那擰血因子擰血功能異常的話 就會造成傷口會不容易癒合喔 就是所謂的血有病 就是他的傷口 有傷口之後 一般的傷口很快癒合 他的傷口就很難做癒合 因為他血小板的功能是缺乏的喔 好那以上這個就是那個 我們講那個血球做比較好 好再來講的心臟喔 那心臟的話我們再講一個那個 心臟的一個循環圖喔 來 這是那個我們的心臟喔 他把血液送離開心臟 就會經過動脈喔 那動脈到靜脈之間 一定會通過微血管 微血管是怎麼樣 他是在物質交換的場所 所以這個流速一定是最慢 速度最慢在微血管 要做物質的交換 然後呢再回到靜脈 再回到心臟這邊來喔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簡單的一個示意圖喔 稍微了解一下 好再來看一下動脈的部分喔 我們的動脈呢管壁比較厚 而且負有彈性 紅色是動脈喔 藍色是靜脈 所以動脈會比較圓 好管壁厚 有彈性喔 他隨著心臟的跳動呢 會產生脈搏喔 脈搏就是那個 血管的搏動喔 就是脈搏喔 再來血壓比較大 就是我們的動脈血壓比較大 他的管壁彈性是最好的喔 最佳 然後流速也是最快的 速度是最快的喔 這是那個 我們量血壓 量 就要量脈搏 量血壓 就是要量這個脈搏處 那脈搏就是量這個動脈的搏動喔 那心臟跳一下 脈搏也就量到一下 所以你脈搏量到跳70下 心跳也跳到70下 他們是同步的喔 這是動脈的部分 好這換微血管 微血管的話呢 它是連接近動脈跟靜脈的一個 之間的一個 中間的地方是微血管喔 然後管壁是沒有彈性的 因為它這一層 它只有單一個 單單的一個細胞 去構成它的那個血管 很薄啦喔 所以讓那個 白髓球可以穿透過去啊 才能夠那個 做 做便宜蟲運動穿透那個 那個微血管的部分去吞噬病原體喔 它流速最慢 也是體內物質交換 物質交換的場所 那你要把那些什麼廢物啊 氧分啊 氧氣啊 那些交換 都是透過微血管這邊來做進行的 所以它速度會是最慢的喔 好再來看靜脈 那靜脈很特殊說 它會有一個瓣膜喔 這叫瓣膜 瓣膜就是防止血液的逆流 而且呢 那個靜脈流動的時候是靠什麼 靠擠壓 靠肌肉的擠壓 肌肉擠壓運動的時候呢 它要把血液往這方向擠過去 擠過去之後呢 它不會逆流 所以你再擠壓一次 它這邊會逆流會鎖住啊 再擠壓是要跑過去的 所以它就用這種 肌肉運動的擠壓方式 讓血液自然在流動 所以靜脈流動不是靠心臟的喔 因為它已經透過微血管之後 就已經沒有所謂的一個血壓了 所以靜脈是沒有血壓 它流動的方式是靠肌肉運動 它的管壁彈性最差 流速比較慢 那打針抽血一般掉點滴啊 打針抽血輸血掉點滴 一般都是在靜脈做進行 唯一的例外 比如說醫生要檢查那個血氧的狀態的時候 他就要抽動脈的血液 去檢查說你的氧氣佔的比例有多少 所以這是例外啊 通常都是我們打針輸血抽血 都在靜脈進行 那靜脈要流動的動力呢 是肌肉的收縮 而不是心臟的波動 所以心臟跳動並不會贏 讓這個靜脈流速會變快 這樣就知道喔 好再來三種血管的做比較來方向問題喔 動脈是帶離開心臟 那靜脈就是帶回到心臟 微血管就是動脈靜脈之間 好管壁呢 最厚的就是動脈最厚 那最薄就是微血管 就一層細薄喔 彈性最好的是動脈 那最差的就是微血管 因為彈性可能 血壓最大的就是動脈 血壓最小最小的 不是微血管喔 而是靜脈 靜脈是那個血壓最小 這你要注意一下 血流的速度呢 最快是動脈 那最慢最慢是微血管 因為它做物質的交換 以上這就是我們講的 血管的一個比較 動脈靜脈微血管 好這我們講到心臟 這我們心臟的一個剖面圖喔 然後那個心臟的話呢 這怎麼放的喔 它是看著對方的心臟 譬如說看著我的心臟 我的左邊在這邊 我的左邊是你們的右邊 有沒有 所以叫做我的左心房 左心室 就是看我的心臟的時候 左跟右在這邊 就看對方的看別人 右心房跟右心室 所以你讀起來 怎麼左右相反 其實不是啊 也是看著別人的心臟 在做說明的喔 那左心室看得出來 它肌肉比較大 代表說我們的血液呢 在擠壓之後 輸送到全身 都是從這個左心室 開始出發 就地下室了喔 尤其地下室 是把車開出來的地方嘛 所以左心室把那個血送出來 送出來之後呢 會先接到主動脈 就大動脈喔 大動脈 主動脈 小動脈 到微血管 再接到那個小靜脈 大靜脈 回到這邊來 叫右心房 因為它已經 繞過身體全身 做物質的交換 所以本來是 沖氧血 經過你的身體 組織利用之後呢 回來的血呢 它叫做減氧血 或是缺氧血 就是它氧氣比較少一些 然後 這個怎麼樣 我們要給它回衝 怎麼樣 把血液再往下送 送到右心室 右心室 馬上接出去 這是動脈 這動脈叫肺動脈 但肺動脈很特殊 它是減氧血 缺氧血 所以我們不能說 所有的動脈都是 都是那個沖氧血 有例外 因為肺動脈例外 肺動脈它是缺氧血喔 然後從右心室呢 就接到肺動脈 到肺部的微血管 就肺泡啦 做那個氧氣交換 再回到肺靜脈 肺靜脈再接到左心房來 所以肺靜脈 你不知道看到靜脈是缺氧血 未必啊 肺靜脈剛好顛倒 它是沖氧血 它經過肺部的氧氣交換之後呢 它的氧氣比較足夠 所以回來到心臟的時候 這肺靜脈它是沖氧血 再回到左心房 然後再從左心室又出發 它是一個不斷的循環 那我們剛好說 經過身體全身的 叫大循環或體循環 經過這個肺在交換氧氣的 就稱之為小循環或肺循環 這以上是我們的循環的部分 因為這很重要 所以我們後面的課程 就不斷重複再講這個東西 這就是我們講那個 這個是那個 左心室過去啊 會接到動脈 再接到微血管 然後再回到那個 回到靜脈 靜脈再回到我們的那個 右心房 再到右心室 再跑到肺動脈 做那個氧氣的交換 然後再回到 從肺靜脈回來 回到左心房 左心房之後呢 又從左心室出發 所以它是不斷的再重複 再循環 好 那這是我們那個 心臟跳動的一個示意圖 你看喔 這有個絆膜在 所以心臟會有絆膜 跟那個靜脈一樣有絆膜 絆膜就是防止血液的逆流 所以它在擠壓的時候呢 這血液不會逆過去 它只能往這邊跑 有沒有 擠壓的時候 肌肉收縮的時候呢 血液只能往這邊跑 它就不會逆回去了 所以絆膜就是防止心臟的絆膜 絆膜 絆膜就是防止血液的逆流 好 再來看這個圖呢 這個是那個 我們那個在講那個 就是一樣 體循環跟肺循環的一個說明圖 不是看起來太複雜 不要這個 換下一個 這也是複雜 我們簡單用圖 用文字說明好了 盡量把它精簡化 這都跳過了 這樣有時候讀反而不好讀 來 從這邊開始我們再說一次 它是從那個 左心室出發 好記得喔 體循環它的出發點 是從心臟的左心室 是最肥厚 肌肉最有力的 這邊出發是左心室 接到主動脈 到動脈 到尾血管 到靜脈 大靜脈 再回到右心房 回到右心房的時候呢 它本來是沖陽血 是紅色的 因為被你利用完之後呢 它變成切陽血 或減陽血 它變成藍色的 就是氧氣沒那麼多了 就是那個顏色變得比較暗紅色 因為那個血液 它那個氧氣充足的時候 它的血液的顏色是鮮紅色 那利用完之後呢 它變暗紅色 所以我們用藍色代替它 不是說藍色的血喔 是說它變得比較暗紅色 好 再到右心房 再到右心室 右心室這個時候呢 它是減陽血 要重新再填充陽氣嘛 所以要接到肺以前呢 叫肺動脈 離開心臟叫動脈 叫肺動脈 那肺動脈記得 它是減陽血 所以不能說看到動脈就減陽 不是啦 不能看到動脈就是充陽血 又有例外啦 肺動脈是減陽血 跑到微血管座交換的時候呢 又開始充滿陽氣了 所以右邊先紅色的血啦 走到肺靜脈 肺靜脈呢 靜脈兩個字 不要看到靜脈 就以為它缺氧了 沒有啊 肺靜脈是充陽血 又走到左心房去 重新再循環一次 這不斷的一個循環這樣子 比如說上面這邊呢 稱之為體循環 或叫做大循環 下面這邊呢 稱之為肺循環 又稱為小循環 以上是我們這個課程的部分 一個重點的說明 好 再來我們就要看題目了 好吧 這個單元其實真的難不難 說難真的難 主要就是因為那個 很多東西都要去記憶它 你要多讀個幾遍 兩遍三遍之後 你就發現其實沒有你想的這麼難 好了我們看一下題目的部分 它說那復途呢 是人類血液的組織抹片 同學討論如下 討論以前呢 我們先看一下什麼東西喔 這個甲 指到這個最大顆的 應該就是白血球 對不對 那乙呢 指到最小顆的 我們覺得應該血小板 好再來秉的話 指到這個圈圈的紅色圈圈 那看起來這應該就是紅血球 甲是白血球 乙是血小板 丙是紅血球 他說呢 有同學討論這樣子喔 那一個人說 小智說 甲含有血紅素 主要功能為吸氮氧氣 甲是白血球 它不是吸氮氧氣 所以他說錯了 他說呢 丙的數量最多 成熟的丙沒有細胞核 丙是紅血球 數量最多對 成熟的紅血球沒有細胞核 也對 所以這個人說對了 宣宣說對 和小斌 小斌說呢 乙細胞的大小最小 乙最小對 可以用來做遺傳物質的檢驗 不行 因為它沒有細胞核 多多他說 受傷或細菌感染的時候 乙有防禦的功能 乙是白血球 它沒有防禦 不是 乙是血小板 它沒有防禦功能 它只是一個凝血的 修補傷口 讓血液不要再流出的 所以他又說錯了 這個人對 所以答案只有一位對 選擇是A 這是第一題 好看那個第二題 第二題呢 有關人體心血管 跟淋巴性的敘述 何則正確呢 那這裡因為淋巴系統 還沒有上到 我們就簡單的先說明一下 之後我們再來做 做比較詳細的解說 他說淋巴管中有紅血球 沒有 淋巴管中不會有紅血球 那淋巴最後注入到動脈中 不是淋巴最後是從靜脈 一個他們淋巴管裡面 再注入回來 所以不是動脈 那其他說 吸血管系統主要功能 是運輸物質 這是沒有錯了 答案選C 那個豬的話 他說血管跟淋巴管都有半膜 未必 血管也有分 動脈就沒半膜 微血管也沒半膜 只有靜脈有半膜 所以他這說法是不對的 第二題答案選的就是C 好看那個第三題 他說阿德到醫院進行血液的檢查 護士採血並放入適當的藥物 使得血液不會凝固 也不會改變血液的原始狀態 之後呢 將血液進行分層後 他發現液體會分成兩層 上層是血漿 那收集上層的液體後 最不容易發現下列核子 都跟你說的上層是血漿 血漿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有這有這有這 沒有這啊這血球類 所以答案選的是豬 所以這題也算是輕鬆的一題 好再看下一題 第三題 好他說 第三題講過了 第四題 他說 公益手臂氧氣氧分的血液 是由哪一個心臟槍事 所擠壓出來的 這形容方式還蠻特別的 我們的那個 供應手臂的養分的血液呢 它是由哪一個心臟的槍事 讓血液給送出來擠壓出來 左去右回 左是左心勢喔 所以答案選的是C 從這個左心勢出發 右心防回來的 所以出發點是左心勢 答案選C 好看那個第五題 關於血液組成的敘述核者正確 我描述一下 A他說 血球中對抗外來病原體的 都是紅血球 錯啦 紅打XX寫個白好不好 那個B他說 血球中只有血小板不具有細胞核 不值喔 還有一個紅血球 成熟的紅血球也沒有細胞核 所以B也不對 C他說 血漿的主要成分是水 還有氧氛肺或二氧化氧抗體 記住人等那麼多 沒有錯 就那麼多 答案選的是C 除他說 紅血球 具有血紅素 對 能幫人體製造氧氣 錯 綠色植物也製造氧氣 所以當然不對啊 答案選的是C 好看第六題 第六題是說 血液藉由心臟和血管流經全身 下列何者不是血液的功能 血液功能沒有哪一個喔 好他說 密宋二氧化氧有啊 葡萄糖養分有啊 分解養分 那個是消化系統耶 跟他沒關係啊 答案選C 防禦跟病菌感染這個有啦 所以答案是C沒有啊 第六題答案選的是C 好看那個第七題喔 這心臟還清楚吧 它是一個心臟的一個剖面圖喔 然後這邊有一個 甲乙丙丁四個槍式 它血管這邊有指A啦 B C D E喔 看到為什麼 他說呢 哪兩處間會有半膜 可以防止血液逆流 半膜很明顯在這裡跟這裡嘛 丙丁之間有半膜 甲乙之間有半膜 還有這邊有半膜 就是乙跟丙 乙跟B啊 這邊有半膜 哪邊有 看到這些有嗎 對不對 這邊還有啦 丁跟C之間也有 這邊有個小半膜在 你注意看一下也是有的喔 好 所以答案怎麼選的喔 答案選的是C喔 甲乙跟丙丁 這最明顯的 甲跟乙有半膜 丙丁之間有這個半膜在 那半膜就是防止血液逆流 好看那個第八題 好第八呢他說 有關動脈靜脈微血管的比較 何則正確喔 動脈靜脈微血管做比較了喔 那靜脈內的血液流速最慢 錯 最慢是微血管喔 好B他說動脈血的 血氧濃度皆較大 皆較大就有問題了 皆是全部都是耶 可是有例外啊 誰例外 肺動脈例外 所以B不好 其實他說 微血管可以收縮 產生脈搏最好是 那個是靜脈 而且也沒脈搏喔 這個不對喔 C不對 諸話說 動脈血皆流離心臟 靜脈的血都流回心臟 這對的沒有錯 只要離開那個心臟的血液 那個血管都叫動脈 回到心臟的那個血管都叫靜脈 這說法是對的啊 答案選豬 好看那個第九題 人體血液循環需要靠肺循環跟體循環共同進行 有關肺循環跟體循環的敘述 所以說呢 何者是錯誤的 第九題我們要挑錯 A他說 肺循環與體循環是同時進行的 還是分開 當然同時啊 A沒錯 B他說 肺循環主要是心臟跟肺部間的血液循環 也是啊 C他說 血液循環的動力 血液循環的動力 源自於動脈的搏動 動脈自己動 血液循環就會動 好神奇哦 但不是啊 吸錯了 是靠心臟的一個血液的輸送 那豬拉說 兩循環系統在心臟教會 這對嘛 所以答案C不對 第九題答案選C 好看那個第十題 下列有關肺循環體循環的敘述 何者錯誤 一樣挑錯的 A他說 肺循環主要是心臟跟肺部間的血液循環 對 B他說 肺循環跟體循環是同時進行的 對 C他說 兩循環系統在心臟教會 對 都對啦 所以這第十題怎麼講過了 所以答案選的就是豬 他那個血液循環的動力呢 他是不是動脈的搏動 九跟十啊 其實體物是相同 只是排序不一樣 我剛才注意到 好看來實一題 那心臟呢 在人體內擔任著血液流動的 原動力來源 分為四個腔式 然後也分別跟血管相連 請問副圖中呢 哪些血管或腔式 是沖陽血的喔 那你要這樣看喔 好大一個 從這邊開始喔 就是左心室出發 是沖陽血 哪邊來的 這邊過來的 從肺靜脈 連到這邊是左心房 到左心室 這這這 都是沖陽血 這血一擠沖過去之後 這邊屬於沖陽血 哪邊要減陽血呢 從A回來這邊 A到甲到乙到B 這也是啊 A跟E啊 甲乙B 都是減陽血 看得出來喔 是要問什麼東西啊 他說哪些是屬於沖陽血 再看一次喔 豬 小豬 丙丁 跟C 小豬 丙丁跟C 有沒有這答案 小豬 丙丁跟C 小豬 丙丁跟C 所以答案選的是 C C豬 小豬 丙丁跟C 有C跟豬 所以答案選的是A 怎麼這題這麼的好笑 好看了第12題 不是12題啊 翻錯頁了 剛剛在哪一題啊 剛剛有第11題啊 等於第12題啊 12題在66頁 好看66頁來 好66頁呢 他說呢 分別去測量小軒在運動前後 每分鐘的心博跟脈博次數 結果如右表 他比較下一個數值的大小 這裡是個標準送分題啊 運動前運動後 你當然運動後心跳變快了吧 有了運動後心跳變慢了嗎 有了快掛掉的時候 不會這樣考知道嗎 運動前就是心跳比較慢 運動後心跳就變快 而且呢 這兩個數值是相同的 你的心博的次數 就等於脈博的次數 W等於X Y等於Z 但是後者YZ都大於WX 就這樣選啊 所以答案選的是C W 跟Z做比較 是Z大於W 所以W小於Z 答案選C 好 再來看一下那個第13題 13的這一題 好 又來個心臟圖 好心臟呢 在人體內擔任的血液流動的原動力來源 分為四個相似 分別跟血液相似 他說 那兩個構造之間 具有防止血液逆流的半膜 半膜在哪哪之間啊 丙丁之間 那麼明顯 這不是都半膜嗎 看到沒有 半膜在這裡 丙丁有半膜 甲乙有半膜 還有誰 乙跟B之間 這邊有半膜 丁跟C之間 這邊有半膜 太明顯了 怎麼會選錯吧 選錯很可恥 所以答案選A 丙丁之間有半膜 好下題 第十四題 人體的心血管系統不包含下列核疹 都跟你講心血管的心血管的關淋巴管什麼事 大家選豬 再換下一題 第十五題 如圖這個是人體心臟的剖面圖 請選出正確的敘述 慢慢來說明一下 先看一下 這個是甲乙丙丁四個槍式 血管有A A跟E是靜脈的 B是肺靜脈的 再來這個是動脈的 肺動脈的 流過來 這是大動脈 你大概看過之後來回答一下 A他說 甲乙為心防 甲乙防什麼防 乙是心事 不對 A跳過不理他 錯一個就不要理他了 那B他說 A到E是構造是血管 ABC 豬E血管 對啊 然後呢 是血液流動的通道 咦 那答案又選這個 怎麼無聊 答案又選B 那C他說 血液會由C豬進入到心臟 C豬 C C是出去 沒有進入 所以不對 一個錯都不要理他了 那豬他說 屬於靜脈的是BC BC是靜脈 BBB B是離開心臟 他是動脈 怎麼叫靜脈 所以很明顯的 答案就選B 好 好 看那個第16題 好 16題呢 這邊他說 有關淋巴的系統 下列何者錯誤 A他說 淋巴管中呢 他有瓣膜 淋巴管也是有瓣膜 因為就是他 他他要讓那個 淋巴管跟靜脈一樣 他有瓣膜在 那瓣膜就是讓這個 淋巴管裡面的淋巴 可以做流動 不管他怎麼流動 他就是讓那些肌肉的擠壓之後 讓淋巴管可以流動 所以有些人說 按摩他可以得到一個適當的疏壓之外 也會增強一個免疫力 會因為呢 你在按摩的過程的時候呢 會擠壓到靜脈跟淋巴管 讓這靜脈可以流通 也讓淋巴管這邊的一些 那個我們的防律的一些物質 可以做一些流動 所以他是有幫助的 那A是對的 B他說 血液制微血管流入淋巴管 形成淋巴 當然不是啊 是組織液 我們的身體的組織液 會流到淋巴管變成淋巴 所以B是不對的 答案就選B 關於什麼是淋巴結 我們後面再來做說明 好 淋巴系統我們下課章也再來詳細的講 16題答案選的是B 好 看那個第17題 17呢 這邊 我先把題目描述一下 富途為人體的心臟肺臟跟其他細胞之間的血液循環是一圖 箭頭代表的是血液流動的方向 甲乙丙丁分別代表不同的血管 根據富途的血液流動方向 比較甲乙丙丁 甲乙丁是血管 它的二氧化濃度 哪個最合理 你看喔 這個是甲 這裡 蛤 血管 講對還講錯 比較甲乙丙丁血液中 它的甲乙丙丁分別代表四個不同的血管 尷尬 明明就心臟怎麼甲要變血管 不管哪 你就比較一下他們的那個 二氧化濃度的高低 你看喔 從甲出發到肺臟回充再回來 它這邊應該是怎麼樣 是走肺動脈 代表說這個就是什麼 身體利用完之後的血液跑到這邊來 它是二氧化的濃度比較高 經過肺臟之後交換回到這邊 這個濃度就比較低 所以二氧化的濃度呢 它的大小就比較是甲會大於乙 甲比較大啦 濃度高嘛 乙比較小 好那丙跟丁呢 它從這邊回來之後是乙嗎 這個是丙的血管 丁血管 那丁的話呢 是從身體回來的濃度比較高 丁又大於丙 所以丁大於丙 甲大於乙 好再選 來 丁大於乙 甲大於乙 丁大於乙 甲大於乙 欸 沒這樣比耶 丁 有啊 丁大於 丁大於乙 甲大於乙 有啦 有啦 答案選C 唸半天找不到 這是那個第17題 正在講的就是那個比較的問題 好 再來看那個第18題 好 18呢 附圖呢 是人體內加乙兩種器官的 動脈跟靜脈的 血液中氧含量的示意圖 那根據此圖推測加乙分別是哪兩種器官 它的器官是兩種嘛 心臟跟肝臟 還有肺臟做比較 你看哦 他說喔 這個甲器官呢 動脈的氧含量比較高 靜脈含量比較少 通常我們的器官都這個樣子喔 動脈的氧氣含量高 靜脈比較少喔 那這個呢 乙器官是說 它的動脈呢 欸 反而是氧氣比較少 而靜脈之後反而被填充一樣喔 氧氣就變多變多了 很明顯 乙就是肺臟 我只知道乙是肺臟的 甲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那甲反正甲不是肺臟的喔 所以乙是肺臟都對了 其他其他隨便選 乙是肺臟的答案就一個 答案選的是C 好 看那個第十九題 哎呀那麼多 他說關於那個血球血管的比較 哪一個正確喔 那他說血管的管壁厚薄的順序喔 最厚的有彈性的就是他 最薄的是他 那A都對啦選A啊 這是幹嘛 哪一個正確 對啊 答案選A喔 那其他為什麼錯看一下 血管彈性好壞的順序啊 彈性最好是動脈 動脈過來誰 過來是靜脈 這兩個位置要交換了 所以B是不對的 其他要說血球體積大小 最大是白血球 過來是紅血球 所以這兩個要交換 這兩個交換就對了 這兩個要交換 血球數目最多的是紅血球啊 對不對 白後面去的不對啊 紅血球過來是血小板 最少的是白血球 所以這注意也不對 答案選A 好他那個20題喔 好20的這一題呢 他講的是那個戴智穎選手 戴智穎知道 就我們那個奧運的 我們心目中的金牌的選手 那個戴智穎 他在那個羽球比賽前後 每分鐘的心勃跟脈搏次數 結果如復表 看這裡喔 這個是球賽前 這是球賽後 運動前運動後的概念嘛對不對 運動後一定是他的心跳都比較快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的數值一定大於前面這兩個 而且喔 W等於X Y會等於Z 所以做比賽的時候呢 你會明顯說 球賽比賽後 什麼東西 同樣一次喔 所以球賽之後呢 這兩個YZ會相等 同時都大於W跟X 所以答案怎麼選呢 答案A他說WX 沒錯 這兩個相等是可以的 所以答案選A 好 再來下一題 21題 去醫院做血液檢查時呢 護士會有人體的哪一種血管 抽取血液 通常都是抽什麼脈 通常都是抽 這個 靜脈 記得抽靜脈喔 除非有例外 好 看那個22題 22題喔 他說 血液呢 在經過不同的器官前後 他的一些氧氣含量都會有變化 有的是沖氧血變缺氧血 有的是切氧血變沖氧血 那判斷了人體中哪一個動脈中的血液 屬於切氧血 會屬於切氧血的動脈 就是肺動脈 那跟人家例外 就是肺例外肺例外肺例外肺動脈 肺動脈靜脈都例外 要知道嗎 好 所以答案選擇就是肺動脈 選擇是C 好 再來看那個第23題 23他說呢 有關動脈靜脈微血管的比較 何者是正確的 挑對了 靜脈血液的 靜脈血的氧血氧濃度 都比較低 有例外有例外 肺靜脈例外 有沒有 A不對 B他說 動脈的血都流離開心臟 對 靜脈的血都流回到心臟 對 B對 其他他說 微血管的血液流速最快 神經最慢好不好 主要說靜脈可以收縮 產生脈搏 不過最好是這樣子 靜脈它裡面是有瓣膜的 它無法 它的血液流動是靠肌肉的擠壓 所以不是有收縮的 所以主不對 答案選擇是B 23題 你會覺得題目都很類似 因為重要題目就會重複再出現 我說過很多次了 好它23題 24題 24 他說現在的智慧型手機 可以下載許多不同的APP 應用程式 有些可以用來偵測人體的各項數值 以作為個人健康的管理參考 副表是一個人使用APP之後 監測自己睡眠時得到數值 何則可能是它的心跳數 心跳數 心跳數每一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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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心跳一分鐘大約 72下 答案選擇是B 9次也太少 這烏龜吧 烏龜還那麼少吃 到100多次那是小鳥 才會心跳這麼快 這也是跳太慢了 所以答案選擇是B 這24題 好來看第25題 25題呢 這個是那個 他說有題幹蠻長的 他說 再沒有其他潛在致死的病因下 由於心臟血管系統問題 而導致的突然而飛越期的死亡 我們稱之為心臟猝死 那心律不整呢 是猝死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當心臟負責擠出的血液的心事 極具不規則的跳動時 就會導致動脈完全沒有血液輸出 什麼意思喔 這個是心臟對不對 他的跳動規則是這樣 這樣這樣 規則 不規則就是 他就是在像抽搐一樣不規則 他一下跳一下不跳這樣子 就不規則了 就無法把那個血液有效的送出去 好 然後說呢 會導致動脈完全沒有血液輸出 也就是身體的任何器官 包含腦細胞等 都沒有血液和氧氣供應 心律不整時 人可能會突然的昏倒 暈倒昏迷 心跳停頓 有些人從未有過病時 也可能會突然發病 當患者發病時 需立即進行心肺復蘇數 並儘快送醫 送醫後能讓醫生 需用電極心臟 使得心臟跳動恢復正常為止 好 那個電極的心臟 因為最近我有上過那個CPR的課程 我還發現 我們一直有說電心臟是把它電到跳起來 後來發現不是喔 電心臟是把它電挺 就是說它的心臟在跳動已經不規則了 不規則在跳動 它沒有辦法做有效的輸出的時候 我們去電極它是把心臟給電挺之後 那重新再做CPR 把它再跳起來這樣子 應該說對啦 說錯了就中文一下 好來看那個TIC 心率不整發生的 心率不整發生的原因 在腹圖中核種構造 它是不規則的跳動 主要就是秉著這個 所以答案選的是C 好再來第二個 參考腹圖 當心率不整的發生瞬間 核種血管頓時的血量大幅的減少 通常有顏色做區分的時候 看顏色 紅色是動脈 藍色是靜脈 如果你考卷它就是灰色黑白色的 你沒有顏色的時候怎麼辦呢 你這樣調比較圓的是動脈 比較扁的 有瓣膜的就靜脈 它有瓣膜類 就是靜脈 所以那個心率不整的時候 就會導致動脈的血液它少很多 所以答案選的是U 選的是A 好那以上是我們今天講的那個 動物的循環系統的 對人類的部分 心臟血液的循環系統 那我們先上到這邊 剩下題目的話 我們就下一次上課再來做說明 好今天講到這裡了 謝謝各位西洋同學的一個收看 好今天還蠻多人在看著 好就不一一點名了 那各位加油 好今天上這邊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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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